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我当天子还是可以的 虽然如此我恰好有过度忧劳之病 正要治疗 无暇治理天下 天下非常重大却不因为它损害生命 又何况是其他东西呢 唯有不因为天下而危害生命的人 才能托付天下 顺把天下让给子周之伯 子周之伯说 我恰好有过度忧劳之病 正要治疗 无暇治理天下 所以天下是大气 却不用它来替代生命 这就是有道之人和凡夫俗子不同的地方 顺把天下让给善卷 善卷说 我立身于宇宙之中 顺把天下把天下让给他的朋友 食户之农 食户之农说 真够劳了呀 君主的为人 是个勤奋之人 他认为顺的德行还不够 于是 丈夫背负东西 妻子头顶东西 带着孩子进入海岛 终生不返回 第一部分的开篇 作者不厌其烦地 讲述了五件类似的事情 遥顺让天下一次次被拒绝 作者借此强调了生命的重要性 认为包括天下在内的任何事物 都无法替代生命 当然 这里的生命 不仅仅是形体的存活 更重要的是 保持自然本真的完整 即虚净甜淡 寂寞无为的状态 不被搅扰 四个字总结就是 全身养性 我们再来看后面三则预言 第一则 太王胆妇在宾地居住 敌人攻打他 太王胆妇奉送皮薄给敌人 敌人不接受 奉送犬马 敌人不接受 奉送猪狱 敌人也不接受 敌人所追求的是土地 太王胆妇说 和别人的兄弟住在一起 却杀害他的弟弟 和别人的父亲住在一起 却杀害他的儿子 我不忍心啊 你们努力生活吧 做我的臣子 和做敌人的臣子 哪有什么不同 况且我听说 不能因为用来生养人的土地 而去伤害土地所生养的人 于是 主着拐杖离去了 百姓接连跟从他 最终在骑山脚下 成立了国家 太王胆妇 可谓能尊重生命 能尊重生命的人 即使富贵 也不会因为供养 而伤害身体 即使贫贱 也不会因为利益 而劳累形体 金氏之人 身居高官尊爵的人 都很在意失去绝路 看见利益 就轻易地丢弃生命 岂不迷惑吗 第二则预言 越国人杀害了三代君主 王子搜很恐惧 逃到了丹穴 这个山洞之中 而越国没有国君 寻求王子搜不得 便也跟从到了丹穴 王子搜不肯出来 越人就烧艾草 把他熏出来 让他乘坐国君的车 王子搜攀圆着绳子 登上了车 仰天呼喊 军尉啊 军尉啊 偏偏不肯放过我吗 王子搜并不是厌恶当国君 而是厌恶国君 带来的祸患 像王子搜这样的人 可谓不因为国君之位 而伤害生命 而这恰恰是 越国人想要的君主 第三则预言 韩魏两国相互争斗 侵占地盘 紫华子近见朝夕侯 朝夕侯面带忧愁之色 紫华子说 现在让天下人在您面前写下誓言 誓言说 左手夺取则右手废掉 右手夺取则左手废掉 但是夺取之人必定获得天下 您会去夺取吗 朝夕侯说 寡人不夺取 紫华子说 很好 由此看来 两臂比天下更重要 身体又比两臂更重要 韩国可比天下轻微多了 如今所争夺的 又远比韩国要轻微 您又何必仇身伤性地 担忧得不到呢 朝夕侯说 好啊 教寡人的人很多 我从未听闻过这样的言论 紫华子可谓知道轻重 如果说 许游 紫舟之父 紫舟之伯 善卷 和食户之农 五个人 是主动拒绝天下 而选择生命 那么 这太王胆妇 王子搜 朝夕侯三个 便是被动的选择 他们要么是迫于形式 要么是受人劝导 而选择让出军位或土地 相比前面五个人 后面这三个人 虽境界稍低 但仍受到作者的肯定 原因在于 他们仍然有尊重生命的意识 分得清 孰亲孰众 值得注意的是 以上这许多让亡者中 不论主动与否 似乎都没有遭遇物质条件的窘境 换句话说 他们都有足够的物质条件 来满足全身的需求 而在此基础上 精神方面 又能够亲近甜淡 逍遥自得 不被物欲所牵累 这才是真正的全身养性 也是最完美 最理想的状态 我们接着看下一则语言 鲁国国君听闻言和 是个得道之人 便让人带礼物 先去表明心意 言和守在漏像之中 穿着粗布衣裳 自己在喂牛 鲁军的使者到了 严和自己去接待他 使者说 这是严和的家吗 严和回答 是我的家 使者把礼物给他 严和说 别是听错了 让使者受责备 不如问个明白 使者回去了 再次问清楚 又来找严和 但却找不到了 所以 像严和这样的人 是真的厌恶富贵啊 这则寓言中 严和居住在漏像 穿着粗布衣裳 物质条件颇为穷困 作者评价他 真恶富贵也 说他是真的厌恶富贵 前面那些让王者 拒绝富贵 并不是因为厌恶富贵 而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 而严和拒绝富贵 单纯就是讨厌富贵的生活方式 是一种对本心的尊从 无论哪一种 他们都选择了 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东西 下面有一段论述 对第一部分进行总结 同时开启了第二部分 作者这样写道 所以说 道的本真用来治理自身 残余用来治理国家 渣子用来治理天下 由此看来 帝王的工业 是圣人多余的事 并不是用来全身养性的 如今世俗的君子 大多危害身体 舍弃本性去追逐外物 岂不可悲吗 凡是圣人的动作 必然要明察自己这样做的目标和原因 现在如果有这样一个人 用随猴的珍珠去设千刃高的麻雀 诗人必然嘲笑他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消耗的东西很贵重 而追求的东西很轻微 生命又岂止像随猴的珍珠那样贵重呢 这段论述是说 道的本真是自然 是虚尽甜淡 寂寞无为 用来全身养性 而治理国家和天下 是有为之法 是自然之外的东西 是多余的渣子 作者告诉我们 任何时候都要把全身养性 放在第一位 不能被任何东西所超越 而这恰恰也是 前门诸多预言所体现的 但是世人往往不明察轻重 本末倒置 消耗生命 搅扰本性 去追逐外物 现在我们来看文章的第二部分 一共七则预言 第一则 列子很穷 脸上有饥饿之色 有一个克钦对郑紫阳说 列玉寇是个有道之士 居住在您的国家 却穷困 您难道不爱惜人才吗 郑紫阳于是派官员 送去小米 列子见到使者 再次败谢而拒绝 使者离去 列子进入家中 他的妻子一边责备他 一边锤打胸口 说 我听闻身为有道者的妻子 都能够悠闲安乐 如今饿成这样 相国派人来慰问 并送食物给先生 先生却不接受 难道不是命该如此吗 列子笑着对他说 相国并非自己了解我 是因为别人的言论 而送小米给我 到时候给我定罪 又会是因为别人的言论 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 最终百姓果然造反 杀死了郑紫阳 第二则 楚昭王失去了国家 涂阳岳跟从楚昭王流亡 楚昭王重返国家 准备赏赐跟从者 轮到涂阳岳 涂阳岳说 大王丧失国家 我丧失了涂阳这个官职 大王重返国家 我也重返了涂阳这个官职 臣的绝路已经复原 又有什么可赏赐的呢 楚昭王说 强制受赏 涂阳岳说 大王丧失国家 不是臣的罪过 所以臣不敢扶朱 大王重返国家 不是臣的功劳 所以臣不敢接受赏赐 楚昭王说 来见我 涂阳岳说 楚国有法律 必须有重赏大功之人 才能觐见 如今臣的智慧 不足以保存国家 勇武不足以歼灭敌寇 无军攻入影都时 我害怕危难而逃避敌寇 并被有意跟从大王的 如今大王 想要废除法律 而召见我 这不是臣想要 闻名天下的方式 楚昭王对司马 紫棋说 涂阳岳身处卑贱 但说出来的毅力很高尚 你替我请他担任三公职位 涂阳岳说 三公之位 我知道他比涂阳的职位高贵 万中的俸禄 我知道他比涂阳的利益丰厚 但是岂能因为享受绝路 而让大王有滥尸之名呢 我不敢当 愿返回我涂阳的市场 于是仍没有接受 第三则 原县在鲁国居住 土墙围成的漏室 用生草盖屋顶 棚草编成的门户不完整 以桑木为门轴 以破梦为窗 两间屋子用破粗布塞窗 上面漏水 下面潮湿 原县正坐而弹琴 子贡乘着高头大马 红青色的内衬搭配素白外衣 马车高大连巷子都容不下 他前去见原县 原县戴着浪开花的帽子 穿着破旧无根的布鞋 拄着梨杖来开门 子贡说 哎 先生这是得了什么病 原县回应说 我听门 没有钱财称之为贫 学习了却不能践行 才称之为病 现在我是贫而不是病 子贡愣住了 且面带愧色 原县笑着说 追逐世俗而行 结党营私而有 学习为了他人 教育为了自己 依托仁欲为奸恶 依靠马车来装饰 我不愿为之 第四则 曾子在魏国居住 穿着以烂麻为续的袍子 袍子表层已经快没了 他脸色浮肿 手足长满老茧 他三天不生活做饭 十年不做新衣 他帽子戴得端正 但帽带已经断了 稍微整理一下衣巾 就会露出胳膊肘 脚上穿的鞋子 后跟已经破了 他脱着鞋子摇摇晃晃的 嘴里高唱伤颂 声音充满了天地 就像金石奏出来的 天子得不到他当臣子 诸侯得不到他做朋友 所以存养心智的人 忘却形体 存养形体的人 忘却利禄 追求大道的人 忘却心机 第五则 孔子对颜回说 颜回 过来 你家庭贫困 身份卑微 为什么不去当官呢 颜回回应说 不想当官 我有城外田地五十亩 足够供我喝酬粥了 城内有田地五十亩 足够让我穿丝麻了 弹琴足以让自我愉悦 学习夫子之道 足以让自我快乐 我不想当官 孔子瞬间变了脸色 说 真好啊 颜回的意向 我听闻 知足者不应利路 而牵累自我 明白自得之人 失去利路而不忧据 修行内心之人 没有爵位而不愧作 我读这句话很久了 如今在你颜回身上 才见到 这是我的收获 第六则 中山的公子谋 对瞻子说 我身在江海之上 心却停留在宫门之下 怎么办 瞻子说 重视生命 重视生命就会轻视利路 公子谋说 我虽然知道 但却不能战胜自己 瞻子说 不能战胜自己就顺从 精神不会厌恶吗 不能战胜自己 却强迫自己不顺从 这就叫双重伤害 受双重伤害的人 就是不长寿的那类人 魏某 是万圣之国的公子 他隐居严动 要比平民困难 虽然没有抵达大道 但可以说有着意向了 第七则 孔子被困在 陈蔡两国之间 七天不生活做饭 离叶州里看不见米 他脸色极为疲惫 但是却在房间里 弹奏唱歌 颜回在外面摘菜 子路子共互相说 夫子再次被鲁国驱逐 在魏国无容身之处 在宋国受伐术之辱 在商周之地不得志 在陈蔡之间被围困 要杀夫子的人不被定罪 凌辱夫子的人不被禁止 他却弹奏唱歌不曾停止 君子没有羞耻之心 就是像这样吗 颜回没有回应 进去告诉孔子 孔子推开琴 看西道 子路和子共 真是见识短浅之人 把他们叫过来 我跟他们说 子路和子共进来了 子路说 像这样 真可以说穷困潦倒了 孔子说 这是什么话 君子通达于大道 才叫做通 穷困于大道 才叫做穷 如今我怀抱仁义之道 遭遇乱世之患 怎么能叫穷困潦倒呢 所以内心反省而不穷困于道 面临危难而不丧失德 大寒即将来临 双路已经降下 我因此才能够知道松柏的茂盛 陈蔡的困恶 对我来说是幸运的 孔子平静地继续弹琴唱歌 子路振奋地拿着盾牌跳起舞来 子共说 我不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啊 前文提到 全身养性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 但由于很多时候 全身和养性无法兼得 要么牺牲精神上的自得 去换取物质上的满足 要么降低物质上的标准 去换取精神上的自得 这种情况如何抉择呢 作者显然推崇的是后者 即亏身养性 所以他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 安平乐道的势力 里面的主角 面对穷困的生活条件 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 这折射出 作者这样一种观点 即真正的快乐 在于内心的平和 精神的自得 而被境遇的穷通 其中有一则预言较为特别 即中山公子谋 身在江海 心在宫门的故事 作为一个侯门公子 魏谋虽有求道之心 但却不习惯江海生活 从而心生愧疚 但实际上 在作者看来 求道关键在于内心 而不在于何种生活方式 只要拥有一颗道心 无论是身在江海 还是宫门 无论贫穷还是富贵 都能怡然自得 正如他下面所说的 古时候的得道者 穷困也快乐 通达也快乐 他们所感到快乐的 并不是穷困与通达 只要身处道境 那么穷困通达 就是寒暑风雨的 有序运行 所以许游 能在营阳水边 自娱自乐 贡博能在秋手山上 逍遥自得 亏身养性之所以难得 安平乐道 之所以可贵 是因为绝大部分人 根本无法看清 生命与外物 孰轻孰众 要么身处富贵 却沉沦 要么身处穷困 却堕落 甚至为了外物 而放弃生命 那么下面 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一共三则语言 第一则 顺把天下 让给他的朋友 北人无则 北人无则说 奇怪啊 君主的为人 身在田野之中 却游荡于唐瑶的门下 不仅如此 还想用他那 无耻的行为来玷污我 我羞于见他 于是 投入清零之渊自尽 第二则 商汤准备攻打夏节 请辩随出谋划策 辩随说 不是我的事 商汤问 那谁可以 辩随说 我不知道 商汤又让茂光 出谋划策 茂光说 不是我的事 商汤又问 那谁可以 茂光说 我不知道 商汤接着问 伊尹怎么样 茂光说 毅力强大 能忍辱负重 其他的我不知道 商汤于是和伊尹谋划 功伐夏节 最终功克 商汤让位给辩随 辩随拒绝道 君主您攻打夏节的时候 找我谋划 一定认为 我是个狡诈之人 您战胜了夏节 而让位给我 一定认为 我是个贪心之人 我生于乱世 而无道之人 又一再用可耻的行为 来侮辱我 我不忍再听下去了 于是 投入愁水自尽 商汤又让位给茂光 说 智者来谋划 武者来完成 忍者来就位 这是自古的道理 先生 你为什么不及位呢 茂光拒绝道 废除君上不是义 杀害百姓不是人 人们发生危难 我坐享其力 不是连 我听闻 不是有意之人 不接受他的利路 无道的世界 不踩踏踏踏的土地 更何况 还要遵我为君呢 我不忍再目睹下去了 于是背负石头 把自己 沉入了卤水之中 第三则 从前 周王朝兴起的时候 有两个世人 身在孤竹这个地方 叫做 伯夷 舒奇 两人相互说 我听说 西方有个人 好像是得道者 要不前去看看 到了齐阳 周武王听闻 让周公诞 前去见他们 并向他们立下蒙事 说 加两级俸禄 任一级官职 然后在盲书上 涂上牲口血 并埋藏于地下 薄夷舒奇 二人相视而笑 说 咦 奇怪啊 这不是我所说的道啊 从前神农掌管天下 四十祭祀之时 尽可能怀着沉浸之心 但却不会去祈求福祉 他对待他人 尽可能地忠信 但却不要求什么 乐于从政 就让他从政 乐于治理 就让他治理 不会以别人的失败 来凸显自己的成功 不会以别人的卑微 而凸显自己的高贵 不会因为恰逢时事 而为自己牟利 赎金周朝 看见殷商的混乱 就迅速夺取政权 崇尚谋略 而追逐财物 倚仗兵力 而保持威势 杀牲口 立盟士 来证明信用 宣扬自己的行为 来取悦众人 屠杀功法 来求取利益 这是推行祸乱 来代替暴虐 我听闻古时之事 身逢智事 不逃避责任 遭遇乱世 而不求苟活 如今天下昏暗 周朝德行衰败 我们怎能与周朝并行 而玷污自身呢 不如避开 以保持我们操行的捷径 二人往北 到了守阳山 最终饿死在那里 像伯夷书奇这样的人 对于富贵 即便能够得到 也不会去获取 高尚的节操 脱俗的行为 只以自己的志向为乐 不迎求世俗之事 这就是这两位的气节 以上三则预言的主角 同样是让亡者 但他们的行为颇为极端 甚至为了让亡 而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很难直接看出 作者对这些行为的态度 但本文的主旨 在于尊重生命 尊重本性 动辄自杀的行为 显然与主旨是相悖的 而且如果是庄子本人 一定不会推崇这样的行为 人生于自然 而归于自然 因为某些人为的东西 而放弃生命 是一种着于行迹 被外物入侵于心的行为 是极其迷惑的 由此看来 这三则预言 更像是反面例子 而最后作者对 博弈舒淇 看似赞美的评价中 或许带有嘲讽的意味 那么至此 庄子《让王》篇 就为大家全部介绍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美的语言